说到华为CEO任正非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随着华为受到大家的关注,任正非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大众的面前,如果没有任正非,也就没有现在的华为。 任正非正是现在的帮云人物,他的家人也跟着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。 二三十年来,他的婚恋生活一直显为人知,就连他的大女儿孟晚舟也不过是最近几年才公开露面。 两千前,他的小女儿杨安娜亮相巴黎明月舞会,历届受邀参加舞会的女孩,基本上都是家事显赫。 以故国王妃戴安娜侄女Kater Spencer和主王小女儿和超新都曾参加过。 父亲任正非是一个工作狂,他曾对记者说过,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,出差更是几个月不着家。 小安娜出生时,枉为正处于垂死挣扎之中。 所以,从小安娜也就没什么父爱可言,但是安娜非常听话,热爱学习,只报到五岁便学钢琴,书法和国画。 九岁开始学芭蕾,现在的安娜,已经是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。 2015年,年纪十七岁的小安娜,就被哈佛大学录取,目前正在哈佛大学攻读计算机与统计学专业,学习成绩优异,堪称女学大级别。 如果说去年首次亮相的姚安娜看起来并没有很惊艳,随着曝光的公众面前,姚安娜也越来越经常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照片, 脸上婴儿肥渐渐褪去的她,刮此脸间下巴,也越来越惊艳,尤其是参加party身着时髦的她,搭配的包包和饰品,也都越来越大牌,名愿饭十足。 在前一段时间媒体传出她的一组照片,皮肤白皙,大长腿,是很多男性性目中标准的白富美,也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对象。 虽然她一出生就是标准的富二代,比别人高的起点,但这些并没有让她沉迷,反而她站在了更高的台阶上,看着更远的风景。 不过小编不解的是,她为什么不信任呢? 感谢观看